去教会的话 听到最多的赞美 一定是这一首 你是为接受而来到这世界 你的生命之中 真接受这样的爱 你是为接受而来到这世界 你的生命之中 真接受这样的爱 开出时分开始的 善地的慈爱 通过我们的相遇 解除过世 正因为有你在世上存在 成为了我们 极大的快乐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世界 现在也正接受这样的爱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世界 现在也正接受 提到神 我们只会想到一位神 他就是上帝 但是圣经当中有两位神的存在 一个是我们想到的上帝 还有一个就是恶神 上帝当然爱我们 问题是另外一种神并不爱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恶神 因为恶神即撒旦没有创造我们 并且如果主管这世界的不是上帝 而是撒旦的话 你有这样想过吗 虽然很悲伤 但是主管这世界的并不是上帝 而是撒旦啊 那这辈子就注定没指望了吗 并不是的 上帝在某时一定会再回来 找回被撒旦夺走的世界 因此给了我们圣经 告诉我们撒旦是谁 如何区分 上帝又是何时来到何地等 耶利米埃哥三章三十三节说 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 你想要过没有痛苦 而是爱心满意的 这样充满爱的人生吗 如果是的话 来学习圣经如何呢 今日的结论是 人类的痛苦不是真神 即创造主所给的 而是逆贼邪恶之神所给的 请看边聊 右心市官方互动平台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视频下方均有链接 想要获取更多圣经知识 可以在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中 进行免费学习报名 点击上面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